警方在粉岭平邪一个货倉 一些重型机器零件里 首都市值4千多万元怀疑冰毒 一男一女涉嫌人反毒被捕 郑海文报导 首都的怀疑冰毒有67.3公斤 藏在液压积筒和钢铁齿磷里 这些零件都是用在起重机 警方收到善报 有人利用重型机器 由墨西哥偷运毒品来讲 星期六在平邪一个货倉 发现一男一女 正是切割大型液压积筒和钢铁齿磷 警方打开液压积筒 又用水压切开钢铁齿磷 发现这一批怀疑冰毒 现在仍然有多个齿磷未切割 相信会找到更多毒品 收藏真的很精密 它是放在钢铁齿磷里的隔层中间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实心的铁或钢 我相信这是他们其中一个手法 去逃避侦查 令到我们的执法工作更加困难 行动中拘捕一名45岁 报称是售货员的男子 和一名25岁无业女子 控告他们犯运危险药物 警方说自从疫情开始 各国实施人流管制之后 冰毒价格上升了两成 相信今次怀疑冰毒是在本地出售 警方今次首获的冰毒是压缩粉状 比起以往的症状较为少见 但相信毒贩会将他们加工变成症状 而市值可能超于4300万 有线电视记者郑恳文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